有请发布嘉宾李玉刚 不停地自己编所有少年的诗八诗的 什么各种大诗的套路 当年二个今日谁朗 三个不大漂亮的男人 然后再去做一个天底下 天底下最漂亮的一件事 你准备什么时候结婚 有请发布嘉宾李玉刚 爱恨就在一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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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年来 雪花飘落 梅花开枝头 那一年来 花青翅膀 留下太多愁 不要说 谁是谁非 感情错愉悦 只想梦里 与你一起 再次一回 金卷柴 玉扫头 是你给我的礼物 你上一曲 几番人为 为你的舞 千门关 是你对我深深的思念 花为佛香 愿为真爱 混沌红颜 爱恨就在一瞬间 计悲醉与心思甜 爱恨就在一瞬间 爱恨良芳芳 愿是何解 雪花太高云明月 只谁是无碗 爱情从海 谁再去忘怀 莫非的唐爱 叹香一窗花头冲凝 寒夜凌千之一千亿 我残酷斑白了发冰 故事临旋心不平愿意 可没听愁为临远近 我此夜泪满尽不息 一人重情秋思如临奈何一人 我夜飘零儿问藏黄是许 你都不愿意 故事临旋心 只顶尽我岁月若今 皆为你 你都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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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的专辑莲花又一次 向所有的观众 所有的朋友以及我的粉丝 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来介绍我的这张新专辑莲花 刚才呢带给大家 是我曾经的几首歌 我也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曾经的几首歌是否能够感动大家 但是我相信 接下来我为大家介绍的几首歌 包括为大家诠释的几首歌 我相信大家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喜欢 谢谢大家的掌声 谢谢 其实今天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种方式 以往的情况下都是我自己滔滔不绝的 和所有人介绍我自己 但是呢经过和编导的沟通 他们希望我能够和台下几位代表 能够唇枪舌剑的这样的来沟通 那我们就开始吧 好吗 对了我今天是穿了一身特别不一样的衣服 三层 谢谢 不停的搭配 直到自己满意之后 才站在这个舞台 可以跟大家讲 我是一个对艺术非常执着的这样的一个人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跟随我的脚步 一起向着那个目标去进发 谢谢大家这么长时间不离不弃对我的追随 真的说一声感谢 那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尽管的提 来吧 开始 李老师您好 李老师您好 我是美国的留学生 你的表演非常好 我很好奇 您是怎么从一个普通人走上这个大舞台 谢谢 这位外国朋友说的非常对 我的确是一个普通人 那从我的家庭背景就可以说起 我出生在吉林东北 小时候的时候 我认为我自己还是比较淘气的 然后呢 是我们那个那一片的孩子王 然后因为喜欢武术 其实喜欢武术还是看了少林寺这部电影之后 呃 才对武术那么迷恋 那我成为这个孩子王之后呢 不停的自己编所有少林的十八诗的 什么各种大诗的套路 不停的 然后呢 有的时候还会骗我们小伙伴 我去我姥姥家离我大概 离我们家大概有十里吧 然后回来之后就会骗小伙伴 我说在我姥姥家那里边有一个高僧 高僧又传给我独家的秘籍 什么什么武功 各种各样的 他们也特别信我 我就这样的渐渐的成为了 在我们村里 在孩子们面前具有了统治地位 所以呢 真正的成为了孩子王 一个是小学 后边呢 那是小学 后边那时候在公主领二中念高 念初中的时候照的一张照片 我的鹰叫我公 的确非常非常的厉害 这个长山应该 原来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现在突然之间 我故意打扮成一个大师范 有点像那个 一代宗师里面的那个 那个感觉吗 其实我认为 人生当中 会有好多的机会 但是机会当中 绝妙的机会 只是那么几次 我是在1999年 因为一首歌 才改变了我今天的生活 当时我是在歌厅唱歌 我是一个男歌手 当时我是在歌厅里面 还是一个跑龙套的演员 我们为了给几个大腕 我们所说的大腕就是说唱得比较好的 给他们垫场 然后我们排了一个小型的音乐剧 叫做《味道谁》 我当时是和一个女歌手一起合唱这一首歌 是因为女歌手没有到场 我自己男女生对唱 就完成了当时的那首歌 从此之后 我就确定了我的江湖地位 因为老板当时就想 哇 李玉刚还有这样的一个能量 然后他希望我 一直都要这么唱歌 我在那个时候 学会了很多的女生歌曲 包括邓丽君的 包括李古一的 我认为我最拿手的 应该是李古一老师的歌 我也不妨给大家轻唱几句 有一首歌叫做妹妹小哥 泪花柳 咪咪着个泪花柳 不见哥哥心忧愁 心忧愁 黄船双眼盘情人 花开花落几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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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泪珠掉落花间 花儿告诉我你像家郎 突然看见千上金囊 行囊问我家在哪儿啊 家在风起的地方 离开他已多少年了 多少年了多少年了 多少年了多少年了 风飞飘雪窗外篱笆 小河轻轻飘儿翱翔 多少年了多少年了多少年了 多少年了多少年了 当年耳鸡儿几日谁拉 不管她是谁迎风飞吧 当年耳鸡儿几日谁拉 不管她是谁迎风飞吧 谢谢大家 这首歌名字叫做顾湘 这首歌创作背景是 去年的某一天 我突然之间工作得很晚回家 我坐在我的电脑前的时候 突然之间不知道怎么 情感一瞬间的就想 把它释放出去 然后提起笔来 就开始写作这首歌 大概用了有20分钟的时间吧 其实我之前从来没有写过歌 因为我想我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我认为写歌 老天不可能把这样的能力给到我 因为我曾经尝试过写歌 最后都以失败告终 不知道那一天想起家乡 想起我自己来到北京这十年 就把这样的一种情绪 思乡的情怀 就用这一首歌来 全部的表达出来 其实这首歌最后两句 很多人都在问我 这样的一首歌是什么意思 叫做当年二地儿 今日谁了 管他是谁 迎风飞吧 其实二地儿的这个词 不妨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我的乳名 我在八岁上学的时候 李刚这个名字是父亲给我起的 因为要上学了 突然之间要有一个名字 在李刚这个名字之前 所有的相亲 父老 亲戚朋友 包括爸妈 一直都称呼我为二地儿 我的哥哥叫大地儿 所以我就已经就变成了二地儿 就这样的二地儿的这个词 伴随了我的童年的时光 其实我也感谢上苍 能够让我的生命当中呈现 那样波澜壮阔 会有很多的色彩 我特别特别感谢 也感谢今天这里所有的人 能够又一次坐在这里 聆听我的往事 对 哇 中间的是我哥哥 闭眼睛那个 爸爸妈妈 后边这个家是我姥姥的家 特别熟悉的一个情景吧 谢谢 所以二地儿的这个名 就是我的小时候 因为小的时候 我上学学习特别好 然后自然而然 父母亲就把家里能够 妄子成龙的这样的一个重担 放在了我自己的身上 所以呢 我就不停拼命的努力学习 但是最后还是没有让我如愿以偿 然后还是走上了唱歌的 这样的一条道路 所以呢 这个问题就简单的回答 的确我没有专业的背景 但是我靠我自己的努力走到了今天 谢谢大家 接下来有没有问题 谢谢 我这么漂亮的鲜花 鲜花 你好 然后我来自香港 我毕业于香港大学 对 然后 那这是香港的朋友 我能问你一句话吗 可以 因为所有的粉丝 我不可能都认识 我想问一下 你是我的铁杆粉丝吗 当然是 必须 谢谢 对 我叫莎莎 那既然是铁杆粉丝 可以离我近一点 其实一样都可以近一点 对 然后 然后就是说 因为我毕业于香港 然后我出生在香港 但是我就因为特别喜欢你 所以就是在两年前 我决定离开香港 来到北京发展 对 谢谢 然后就是 其实我就是一直有关注你 然后我知道你在06年 是西光大道出来 然后一直走到了春晚 然后现在上了一些国际的舞台 就是你在很多光环的照耀下 其实你现在压力会很大吗 当然会很大 我突然直接想到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今天有点撞山了 对 发展性思维没有办法 那就这样的 我这个问题 我可以慢慢地回答你 然后也谢谢你的鲜花 我这个问题就拿这束鲜花好不好 回答给大家 谢谢 谢谢来自香港的小粉丝 其实我知道在北京 有几个我熟知的 我香港的粉丝 他们为了追随我 都来到了北京工作 其实有的时候还蛮内疚的 是在想鲤鱼缸 何德何能 或者身上有什么样的能力 让这样这些人去追随我 但是我知道 正是他们追随我的 这样的一个步伐 才激起我向前奔跑的一个步伐 我知道我要做得更好 才能够去对得起很多支持我 对我无怨无悔 不离不弃的那么多的铁杆粉丝 也希望我未来国际的舞台 能够拓展得更好 来回报给今天现场来的 这么多外国的朋友们 其实在问我说压力大不大 其实压力非常大 来北京有十年了 其实我刚才跟 在后台的时候 见到朱迅的时候 我们两个还在聊呢 他说2006年 马上到2016年 转眼这十年 人生有多少个十年 其实回想起来 真的挺可怕的 但是我不知不觉 就在北京度过了我 人生当中最美好的 最美好的十年 这十年当中 我有过自己感觉的辉煌 同时也有过人生的低谷 其实我在最低谷的时候 我记得我当时在深圳 当时那一段是在深圳 有一次在深圳的一个大剧院 在演出四美图 是我的一段剧目 我突然之间在演出 内部作品的时候 在演出的最后 我看到来了很多香港的粉丝 以及内地的粉丝 在深圳的那样的一个地方 我突然之间在那一次 我想大家回顾的时候 我也流泪了 我流泪的是 好像从那一刻 我突然之间 从我曾经的低谷走出来 其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也一样 人生当中就是这样 短短多少年 我们面对的是柴米油盐 工作的压力 城市的喧嚣一样 但是呢 我希望我和大家一样 面对压力的时候 我们用一个表情 那就是微笑 接下来 有没有问题呢 OK 谢谢 鱼哥老师您好 我是中央戏剧学院 电影电视系的在读学生 然后从 我问一下是中系的是吗 对 那个是我梦寐以求的学校 真的吗 但是他离我很远 你离我很近 然后同时 我也是您的铁杆粉丝 听说您去做导演了 然后我很好奇的就是 您不是导演系的科班出身 然后去选择了导演这条路 到底是这种 眼而 就是眼而优则导呢 还是说就是 江郎才进不得不转型呢 哇 谢谢 非常尖锐的一个问题 我想中系的学生 一般都会提一些 比较有建设性 建设性的问题 是不是江郎才进 或者说我是否能够胜任导演 其实是这样的 虽然我不是科班出身 但是我有那么多年的经验 而且呢 我对待舞台 有我自己执着的那一部分 也有自己的独立观点 应该江郎才进这个词 我希望在我身上尽量不要出现 我一直都在努力地学习 其实我一直在学习书法 学习画画 我团队的人都一直说 我不务正业 其实我并不是不务正业 我去寻找一下 我自己心目中的美学 同时要提升我自己的 对于整个的美感 其实那些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接下来我也会尝试电影 我希望我能够有一部 非常好的片子 在整个的影院去向大家去展示 我也希望能够走进 嘎那的这样的一个红地毯 就穿这身衣服 其实提到戏剧作品 大家知道我刚刚完成了 我自己做导演的第一部作品 叫做招军出赛 当我决定去做导演 去做这样的一部戏剧作品的时候 我特别崇敬了两个人 一个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 就是方文山 他当时特别特别的支持我 而且呢 主题歌也一直是他来帮我来做 那提到另外一个人 就是获得奥斯卡 最佳美术设计的一位 我非常崇敬的好朋友 也算是 也应该是我的老师 他叫叶景天 他也成为我招军出赛的 整个的视觉导演 当时都在想 三个不大漂亮的男人 然后再去做一个天井下 天底下最漂亮的一件事 去做一部 能够用我的艺术方式 来展现东方美食的招军出赛 其实当时 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这是当中的一个剧照 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剧照 都是出于江南之手 谢谢 看到这一刻的时候 都非常感谢我的幕后团队 还有一段事情是吗 要放吧 这一段 我出生在屈原的故乡 储地子归 王强听令 即刻进宫 这一走 也许就真的 回不来了 熊奴王 盘也缠与来汉提亲 有一种离别 最奢侈 叫出塞 有一种思乡 最深沉 叫家国 有一种离别 最奢侈 叫出塞 有一种思乡 最深沉 叫家国 所以当时创作 招军出塞的时候 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这就是我 和我的招军出塞 我和我的戏剧 接下来我为大家唱一首 招军出塞的主题曲吧 谢谢 帮我为大家唱一首 哦 我为大家唱一首 野花自方向 野花香 求风了今生 天爱天 能与日回不休 一路向远向远方 快看出世间 青春跟随我 我寂寞 我和你的爱 祝福天涯如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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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人忘记她是男儿郎 回梦一笑时当今平址里高 十八般母义洋洋尽通方能归宝 空场 我没说过就是三场 我却忍不住一句责量 那梦妆就心为你繁华 我却当作是活泽天香 我却当作是活泽天香 谢谢大家 刚才这首歌叫做活泽天香 非常感谢 我们因为他们三个应该都是科班的 是这样吧 你们做个自我介绍 我们是博士中国戏剧学院的学生李晨阳 我也来自中国戏剧学院 我叫刘畅 大家好 我也是中国戏剧学院毕业 我叫王子哥 哇 对 其实这算是我的一个小师妹 因为她专业是在中国戏剧学院毕业 后来呢也曾经参加过星光大刀 我们也是刚刚认识 突然之间我发觉她对于中国戏剧也用了另外一种表达的方式 我们就决定今天在一起来完成这首活泽天香 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给予这么多非常专业的戏剧演员的那么多掌声的支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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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接下来用最热情的掌声有请我的好朋友 著名的主持人 朱迅 真的是好朋友 但她这样雅致的状态我必须要道一声 一干哥哥好 我不知道怎么来接你了 你如此雅致 真的 相识这么多年 但是她每一次出场我到现在仍然怦然心动 是吗 惊艳 怦然心动 怦然心动 从她第一次登场星光大道我就在现场 我觉得我说这个女人怎么这么美 这个女人美得让女人嫉妒 刚才真的很惊艳 赵军出赛里每一个亮相 漂亮的让我们这做女人的看着都倒吸一口气 你能告诉我怎么你这样一个偏偏男子能把女人演绎的那么女人吗 我真的不知道 你是观察吗 还是说会琢磨呢 有的时候我原来我认为我是观察 然后呢形成早期的那种化妆的方式 到后期可能观察是不顶用的 如何能够把它上升到一种艺术高度 可能还是跟修为有关系 或者说 玉高你是说我修为不够 是不是这意思 我们是两个行的 或者说就是我特别赞同像 就是电影霸王别姬里面 那个那个那个班主讲的就是说是不是老天爷给犯有的时候可能也是也应该算是老天爷给的吧 比如说赵军出赛你一个这样的男子怎么去琢磨那样的女人的美呀 我还我就感觉美是我天然就有的 不混了 真的啊 我真是这样的 我没骗你 一定程度就真的是天分 对我不知道我的艺术高度究竟能够达到多高 但是呢舞台上的那种感觉 最起码现在我不用像前些年那样的去修饰 去演示几乎可以是做到粘手就来吧 啊 你你到舞台上你就有一种 绝美的感觉 是 是这样 是这样 我生错了 我其实跟王子哥有一拼 你看我就刚才就跳一个话题 王子哥是个女孩 王子哥 你看看戏曲的舞台上多奇妙 女人比男人还像男人 男人比女人还女人 他是演老生的 对他是演老生的 对 要不把他请上来给大家唱一段吧 好 唱唱一句那个京剧的一个导板 来 你来一小段 嗯 呃 一马里了 四两江 太棒了 好 好 来三个小时的 太棒了 谢谢 谢谢 这就是戏曲的魅力 真的是这样 这就是我们的宝贝啊 特别希望多一些像王子哥这样的人出现 嗯 然后平时那么有精神 对 然后呢 戏曲的功底又那么扎实 对 然后他给人的一种状态又是一个非常当代的一个状态 特别好 确实是这样 明白了 刚才其实我为什么在台下听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一路走过来真的是特别的不容易 因为其实我们共同经历了很多他真的是跌宕起伏的时刻 你刚才说到你的工作你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呀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做了一个餐厅的服务员 真的吗 你也是这么去给人送菜 你那倒不是 哈哈哈哈 您的菜来呀 真的 这是真的吗 这是真的假的 是真的 这事靠谱 真的 真的是服务员吗 真的是服务员 那这一段历程是怎么一个故事呢 能够我想起 就是从老家走出来 肯定要找工作 那最直接的工作 没有什么不要文凭啊什么的 那只有服务员最适合我 小而且瘦 然后呢 因为我们那个歌舞餐厅 然后呢 我原来是负责包房 后来包房老要背客人下来 然后我可能很难 很难胜任这份工作 很多人都比较胖 因为喝多了 要把他背到出租车上去 或者他自己的车上去 后来红节我们的老板娘就让我调到大厅 大厅就负责给所有人倒茶倒水倒酒 那其实我们在大厅的时候就会有一个特别小的一个舞台 我记着铺着红地毯特别红 那个地毯都已经磨得没边了 但是那是我第一次感觉 哇 舞台这么好 舞台上有灯光 然后还有几个歌手在唱歌 还有敲甲子鼓的 我经常会听着他们的歌声走声 我记着一次是给一个客人 倒茶水 水很热 然后呢我就倒倒倒 我就走神了 就看舞台上听他们唱歌 倒在客人的手上 我还没有反应他一个嘴巴 就扇过来 我一惊 我才知道完蛋了 自己做错事了 烫着别人了 对 然后他揪着我 当时我的那个红姐也会上来跟所有的客人解释 说没关系 他还小啊 有事冲我说啊 这个小弟不懂事 就把我支开了 我当时还为我要赔钱啊 我要怎么怎么样 当时吓得不得了 到后来的时候 那个红姐也都帮我挡住了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了 但是正是这一巴掌打醒了你 对 你觉得你不能这样下去 对 我从那一刻开始 我认为 因为说来话上 我从小就有一个唱歌的梦 不是偶然的 是因为父母逼着我 必须要念大学 考本科 然后呢 有一个国家的正式工作 然后回来孝敬父母 是这样的 才泯灭了我从小一个艺术的梦想 所以我大概从初中到高中几年间 从来没有唱过歌 一个巴掌之后 我那时候感觉我应该去追求 我自己喜欢干的事情 因为我老是对着那样的一个方寸的舞台发呆 一直都发呆 我一听到有歌声响的时候 我就突然之间情不自禁 我很想上台 我有一个这样的梦想 谢谢 谢谢玉刚的真诚评响 真的是这样 我为什么希望 他跟大家说这一段 我一点都不觉得 曾经做过服务员 或者曾经做过什么 是件不好的事情 我也从来没有 我就是打工 我不仅当服务员 擦地 扫大楼 扫厕所 其实在我们求学的时候都干过 也许你是被一巴掌打醒的 我也许被另外一个巴掌打醒 但是我走到今天玉刚 你刚才从后面走上来 我看你充满自信的感觉 我真的特别特别高兴 我为你加油 也为我自己加油 为每一个 曾经这样站起来的人 加油 为什么 有一句歌词唱得好 感谢那些曾经冷漠对我们的人 正因为这样 我们才可以活得更加精彩 不是吗 是的 舒逊刚才说的是他的心理话 真的 可能是主持这么多年唯一的心理话 那也不是了 其实认识玉刚从06年一直到今天 看他一步步走过来 06年 我相信他走进大家的事业 但是他真正爆发 我觉得是冲了好几年春晚吧 对 冲了好几年 我们都替他着急 都被后替他出主意 但是就是火候到了 是12年 13年的两年春晚 是这样的 对吧 提起来 我春晚的舞台 跟今天的舞台也有关系 因为今天非常新发布的 幕户人员也是当时 春晚的主力都在春晚 包括今天坐在那里的杨来来 是12年我上春晚的时候 第一个跟我接触的 也是负责我的导演 我那一年也正好是遇到了 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就是哈尔导演 真好 重新组班子 想完成一个非常不同的 一届春晚 我当时这个机会来了 我就顺利的登上了 那年的春晚舞台 但是在这之前的确 我也冲击了好几年 都没有能够在春晚的舞台上亮相 有一个视频的春晚的视频 我们先来看一下好不好 好 来 我们先一起看一下 火飘 火飘 爱很久百岁 谁被别人情河添 爱很久百岁 人是何時連 無法踩到陰影 雖然我安心不散 雖然君我怪 雖然我愛 我是這花裡的長老 正在夢裡的相見 你也曾經把酒當完 你曾經把酒當完 我真的受不了她那個眼神 怎麼怎麼就那種迷茫多情 妩媚 怎麼弄出一個這樣翩翩弓矩的眼睛裡呢 好吧你贏了 春晚來講是我人生當中非常美好的回憶 儘管現在娛樂節目特別多 但是我都索性我在春晚的那一年 都是春晚非常黃金的那幾年 我也在那樣的一個舞台上 向全國億萬的觀眾乃至世界的華人 世界的觀眾展示了我自己 我非常幸運那一年 但是我們可以在這裡跟大家說幾個 大家看不到的 春晚舞台上看不到的小細節 比如說玉剛上台之前 他一定不會像其他演員一樣說 過年好 餃子吃了沒 一般大年三十都是這種狀態 那是逢孔 但是他不會 他一個人靜靜地躲在遠離人群的地方 然後一個人讓自己非常非常安靜 見誰都只是微微一笑 盡量不讓自己張嘴說話 對 那是為什麼 我是從那個時候開始覺得靜 對一個藝術家或者演員非常的重要 我特別喜歡的一位編舞家 是台灣雲門舞級的創始人叫林淮民 他們這個團隊每次在演出之前 所有人都在修行 然後讓自己進入一個狀態 我其實呢 並不是有意的 我也是通過一二年的春晚的時候 後台很嘈雜 我盡量讓自己能夠靜下來 然後那個時候突然之間找到了一種狀態 就是一種忘我的一種狀態 因為原本給他留的時長是三分多鐘 因為他人氣真的非常的高 最後因為整體的一個伎倆 一分多鐘的時間 你那個時候心裡不會有落差 我沒有 我其實就人比較實在 能上就行是吧 不是 當時最後的時候導演已經講了 因為導演很忙說 你自己去剪一版音樂 然後控制在兩分鐘之內 你就剪了一分五十九秒 我就剪了一分五十九秒 其實我要剪兩分十秒 其實導演也不會說太多 好的 接下來讓我們進入下一個環節 真心話大發佈 那這裡要提醒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們 如果您希望獲得更多的央視綜藝動態資訊 別忘了可以關注我們的新浪官方微博 按提央視綜藝 就可以和我們的現場嘉賓進行互動了 來看看給你的問題是什麼 裕剛老師 我也姓李 咱們五百年前是一家 聽說你為咱們李姓仁寫了一首歌 真的嗎 對呀 李姓仁的歌呀 對 是我唱的一首歌 名字叫做李 叫李 照前孫李的李 百家姓的李 真的 當時就是 百家姓當中的這麼挑出來的嗎 對 你為什麼就寫李不寫照呢 還有張呢 還有豬呢 因為我唱完李之後 我再挨個的唱 你如果有經歷的情況下 因為我感覺百家姓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 然後突然之間 有這樣的一個素材 我就想唱這麼一版 然後就唱了 也給我惹來很多的麻煩 為什麼 還有麻煩 因為有幾個字 有幾個字唱錯了 後來被別人盯上了 哪幾個字唱錯了 一個是可 應該是可 可汗 我唱成可汗 然後是追根溯源 我唱成追根樹 樹 樹圓 樹圓 可汗大典兵 對 可汗 對 追根什麼圓 追根溯源 乒乓 對了 對了 但是能給我們哼唱幾句嗎 還是完整的來一下下 那我就哼幾句吧 哼幾句是嗎 來 好 一步道的經 逍遙漢孤行 一曲槍青秋 迎著劉其名 一卻樹與絲 雲中彈飄零 一雙刀草鞋 奔草鞋 奔草鋼 幾大城 前面幾句 這個 李這首歌有很多詩詞或者典故 對 其實這首歌我喜歡的原因就是說 它暗藏了很多的內容 包括歷史的典故 包括李姓的歷代的名人都在這裡邊 其實我也很想給觀眾提一個問題 就是我剛才唱的這麼多的內容當中 大概有幾個歷史的名人都姓李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那你先說一說是你猜還是找一個人猜 都可以 你點 OK 那個男孩吧 中國傳媒大學 我告訴你 你要不會給你急 你選四個 選四個 如果你加上我就可以選三個 來 小夥子上 還有 還有兩 還有兩 OK 可以 大姐 我選 那位妹妹吧 來 你看看不同年齡段 好久不見 來吧 你會哪個 這還在挑的 第四個 來 一雙稻草鞋 本草綱目級大城市 李時珍 哇 他猜對了 哦 你想猜哪個 第二個 第二個你猜是誰呢 一曲《槍禁酒》 《尹者劉其名》指的是李白 哦 李白 您挑一個 術語詞 術語詞是誰的 李清照 哦 對了 李清照的代表作 李清照 就給我留了第一個是嗎 哦 對 《一部道德經》《逍遙寒古行》 李哈 一般人都會覺得《道德經》 想到《道德經》就會想到老子 但是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老子的本名叫李耳 對 是的 所以也是咱李家仁 是的 對嗎 對 來獎征 不愧是中央電視台的 總算沒給中央電視台丟人 對嗎 說的是李耳 李白 李清照 李時珍 漂亮 都是李家仁 來吧 節目組給獎勵 找我拿 好吧 謝謝謝謝小伙子 謝謝謝謝謝謝 謝謝 其實他這一首歌當中有三十多處 都是曲自我們的唐詩宋詞和各種古代的典故 對 真的希望他不斷地傳扬出去 是這樣的 一首非常好聽的一首歌 好 我們再看看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李老師你生活中喜歡做什麼事 對 生活當中喜歡做的事情 做飯 不喜歡 不喜歡做飯 不喜歡做飯 好吧 喜歡讀讀書或者寫寫字 畫畫畫 但是已經好久沒有畫了 最近因為一直都特別忙 去年的時候 一直用這種方式修身養性 哎呦 這個不務正業的人 當然是打引號的 對 喜歡寫字和畫畫 到什麼程度 我們取了幾幅他的作品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來 上 給大家介紹這幾幅畫吧 對 是這樣的 我們可以看到洋洋灑灑真的有八幅作品 這幅是 叫回來 今天沒有唱這首歌 回來 對 為什麼有這樣的 那是代表著風雨 然後底下有一個茅草屋 像我小時候的村頭的家一樣 村頭的房子一樣 你這樣我想起了剛才那幅照片 就一家人拍全家福的照片 這個呢 至情人三 當時沒有想太多 我不知道怎麼來表達至情人三 或者至情人這個系列 這個呢 這是蓮花的一個狀態 可能一般人會想 蓮花會有一個 即使是一朵墨蓮呢 是吧 在其中 為什麼有這樣濃重的一個墨點 來展示蓮花的心態 其實我已經在這裡面 把隱形的蓮花都已經表達出來 在這裡 只不過它都隱在裡邊 後來我感覺它的視覺衝擊力不強 我又拿著墨 又放了一點在這裡面 嗯 是這樣 這幅國色天香濃墨 重彩的一個狀態 這幅是好絨妝 對 因為這個特別像我化妝的粉餅 然後各種顏色 然後我就放在上面 因為這首歌的名字叫做好絨妝 有自己的意境 對 來表達我化妝的一個場面 還有一個它的顏色 好 這哪是化妝啊 這明明是水墨化的一個狀態 好 其實挺有意境的 這是故鄉 這下面是一口井嗎 對 篱笆 嗯 我的家鄉 這也是 你為什麼說到至情人三 總是這樣 所以至情人不知道怎麼表達它 這是你對未來情人的一個 側影嗎 好 這邊 我今天的髮型有點像 你看 是不是 哇這個髮型還真的像喔 那我當時難道想 畫的就是人嗎 你心中的他 這是出賽曲 對 招君出賽 今天真的是對 浴缸有一個全新的認識 我不知道你會有這樣的文采 好的 看看還有什麼其他的問題嗎 喔耶 余剛老師 李余剛老師 不是這個台本的時候 沒這個問題 您準備什麼時候結婚 欸我認識他真的十年了 我從來不大敢問他感情方面的問題 因為我這十年從來就沒結過婚 對 不好意思問 這真的 這太熟了 因為太熟了 就不好意思 欸余剛你什麼時候結婚 你朋友什麼 真的是不好意思 這不是我問的 這是有觀眾問的 所以你 你答呀 還是答呀 還是答呀 我儘管 那肯定要答的 儘快吧 儘管沒有找到属於我的那個人 還沒有嗎 沒有 還沒有 你這個細痴 挺不好找的 欸那你想找一什麼樣的 我們聽聽也好 過癮 好像年少的時候 都會形容自己的情人 是一個什麼樣的 自己的愛人 是一個什麼樣的 這樣的一個 一個形象 當現在的時候 一定是隨緣 我們都是這樣嘛 當有一個人 不期而遇 就這樣的走進了你的生命當中 有些是你想躲都躲不過的 想拒絕也拒絕不了的 想求也求不來的 那當有一個這樣的人走進我的時候 我想我會接受 但是現在真的沒有 我相信浴缸現在說的全都是真心話 但是我不是那麼好糊弄的 你的愛情觀總可以說一說吧 其實很多人認為我特別好找 會有很多人來追求我 但是其實真的沒有 其實真沒有是不是 其實真沒有啊 聽清楚了 真的是這樣 我結婚前也會有這樣的感覺 你也有這種感覺 對 我覺得怎麼沒人來追我 很多人認為我 真的很多人會這麼認為 真的 但是其實沒有人會特別的主動 就是來表達 對 但是我也不會錯過任何細節 剛才我們看書 那個畫畫的時候 水墨的時候 我看到了 有兩幅畫是跟情人有關 對啊 至情人書 叫做至情人一和至情人三 至情人二呢 現在還沒譜 至情人 對 當時創作的時候是希望有一個美好的過程 但是我不知道那個過程究竟是什麼樣子的 所以呢 我就先 先唱了至情人一 又唱了至情人三 哦 至情人一是你向往的那個狀態 對 還是你的初戀的狀態 是這樣吧 就差不多這個狀態 至情人三 就是他希望能夠成功的一個狀態 我好想唱歌啊 對吧 就這樣吧 我我我因為是好友 我不難為他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當時至情人一的那首歌 有情人 有情人 而幾是懷 你求那傷心真傷與喪根 有情人 而幾是懷 而幾是懷 又叫我 食懷 與幾相思 夢不成 你好 我们多想这一幕成为现实啊 真的 来 这个就是我们 之前一当中的那个女孩是吗 红衣女孩 真漂亮 你好 这是一个学生 舞蹈学校的学生 真的 这个这位女演员是当时你 你选的是吗 是我们团队人 因为我也是最后拍的时候 然后跟她才认识 合作关系 合作关系 我没多想 你想多了 这样吧 其实真是作为好朋友 也希望玉刚能够获得最终的幸福 但是这个并不是最重要的 我其实更希望的看到的 是你在舞台上的绽放 好不好 那把这首至情人一 姑娘 我们一起献给大家 对 对 至情人一和至情人三 哦 是个传说 OK 好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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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